你敢相信吗?一个人口一亿的大省 去年自然增长人口不到一万甚至连三千人都不到 这事不是发生在东北 而是曾号称中国最赶生的省山东 2021年,山东省全年出生人口75.04万人 死亡人口是74.83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仅有2100人左右 曾经的山东是全国生育的晴雨表 一害政策的时候,山东人是执行得最认真的 二孩放开后,山东也是最勇敢最积极的 你可能不知道啊,2016年全国二孩政策实施后 当年十分之一的孩子都是山东人生的 而且山东出生的孩子当中啊 二孩占比高达63%以上 那时候的山东啊,是全国的希望 这种强烈的生育意愿让其他的省份刮目相看 比如67岁高龄产妇产下了五金重的女婴 创造了全国首例,这个奇迹就诞生在山东早庄 而最早引爆产科危机的地方之一也是山东 比如淋漪走廊和电梯间都住满了孕妇 生活还得自带被子和折叠床 2021年三孩政策出胎后 山东的企业也觉悟极高 东北某企业为了鼓励员工生三胎 放出话说想生三胎的申请批准后一律双修 取消加班直至怀孕为止 成功生三胎的女员工戴新 产家一年一次性奖励十万元 奶粉补贴每月一千块双胞胎直接翻倍 但是此一时 非比一时爱生孩子的山东人也生不动 2021年山东省生育率已经连跌了五年 2017年山东新生儿数量一百七十万 2021年却只有七十五万 长短五年啊 山东的生育率急转直下 连产房都变得空荡荡的 这两年山东多家医院缩减产科病房 有的缩减了三分之一 有的甚至砍掉了一半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山东是孔梦之乡 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较深 养儿防老的观念浓厚 所以呢 全面二孩放开之后呢 被压抑的生育医院得到了释放 但是这里头的主力军 主要是七零后跟八零后 九零后这一代年轻人不愿意生 于是呢 就出现了生育率断崖式的下降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危险的信号 山东正在东北化 产业结构偏重工业 年轻人不断地外流 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山东省的生育率 关注我只说真相的报道